哈喽,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大西瓜的一老师 今天呢,咱们来一起做一道关于复杂的FIB Fill in Blanks 然后这道题可能只有那1%的精英才会在第一次做的时候才做对 OK,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 大家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然后给自己两分钟的时间去读一下这个文端 然后给他一个答案 OK,大家有没有做完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OK,所以在讲解这道题之前 我可能先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说那我在做这道题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策略 首先,其实FIB考察我们的第一个是固定搭配 就是我们对固定搭配的使用是不是熟悉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语法上的小技巧去帮助我们提高这个选中正确答案的几率 其实固定搭配呢,也就是说natural sound english 它大概会有五种 第一个呢,是形容词加名词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们一般说aversive effect 没有人会说unfillable effect 包括说动词加名词的一个组合 我们通常都会讲说acquire knowledge 没有人会说learn knowledge 还有比如说副词加形容词的组合 那我们会说actively involved 之后第四种 那么就是一个动词会加一个副词这样子的组合 那会说differ considerably 那没有人会说differ greatly 最后呢,就是说我们的名词 还是可以去加名词组成名词词组 那我们会说career development 我们不会说job development 可能有的同学听到这里 他就会说,啊,有什么问题吗 我一直来写文章的时候 我都说的是learn knowledge 我一直都说的是job development 其实,这个倒不是说有什么错误 只是说一种习惯性的表达而已 比如说咱们中文里 那你会说一匹吗 你不会说一只吗 你会说一只猫 但是你不会说一条猫 然后你会说一条狗 你不会说一根狗 那只能说一根热狗,对不对 所以都是一样的 在英文里呢 我希望大家也平常去多收集一下 比较地道的固定搭配 嗯,感觉讲了很多废话 我们快来看一下这道题 所以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我们就去判断说 那每个空它到底缺一个什么词性的词 比如说这里 那这个protect body parts是一个名字词组 那在名字词组之前 我们能加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加动词或者形容词 那前面这个protect 它已经有了这个动词 所以我们猜这个空应该是会需要一个形容词 那再往后看 这个空也是同样的 它说octopuses also have什么sensory capacities 后面sensory capacities 又是一个名词加名词的名词次组 那我们又要说 它有一个怎么样的 那它又是一个形容词 再往后看 它说this together with the large nervous system and some behavior makes it all but certain 什么样的behavior 在形容一个名词 那它前面有可能是一个动词 有可能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我们看前面 和它冰裂的东西 它说the large nervous system 它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了一个名词词组 所以我们在这边猜测 它最有可能的还是一个形容词 那再看最后一个空 所以这里 is something by the relationship 就是它这里说 要么by就是说只通过怎么怎么样 要么就是说只被动 说被谁怎么怎么样 那这里呢 如果它是只通过的话 后面会是by doing something 它后面接了一个什么什么的关系 所以前面我们这里猜测说 它应该是一个被动 那被动的话 我们就要用一个动词的过去式 OK 再来看它的被选词 那被选词里面呢 比如说hurting hurting它有可能是一个 形容词是受到伤害的 那它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动词 来应制形式 再看这个sophisticated 它明显是一个形容词 simple同样的形容词 made它是一个动词的过去式 那再加complex complex也是一个形容词 再加上complicated complicated呢 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动词的过去式 它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形容词 那最后injured 受伤的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判断完词性之后 其实会帮我们缩小很多范围 比如说最后一个空 它会体验一个动词的被动形式 那我们在这里有动词被动形式的单词 只有一个made和一个complicated OK所以其实你选完以后就是这样子判断完词性之后 至少最后一个空 那我们的准确率我们可以从七分之一提升到50% 你可以去二选一选一个 那前面还是有三个形容词 那么形容词的被选的选项 其实还是会有 一二三四五 加上它有六个 那其实还是蛮多的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通过一些信号词 以及固定搭配 去筛选我们的答案 比如说第一个 它说the nurse and protect 什么body parts 那这里有可能会是复杂的body parts 也有可能会是受伤的body parts 那我们怎么判断出来 是复杂还是受伤呢 其实它后面说了 and slow a preference not to be touched near wounds 它的意思就是说伤口 那见到伤口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说 那前面应该是受伤的body parts 那受伤body parts 我们究竟选herging 还是说injured呢 一般来说这样的词的区分 herging指的是伤心 它的那个伤害 受伤害的 那injured就指的是身体上受伤 所以在这边 我们肯定是要选injured 它的几率更大 OK 所以我们最后还剩两个空 然后我们还会有五个这样子被选的单词 哎不对 一二三四个 四个被选的单词 次选二 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到了不得不去区分一下 这几个不同的复杂 到底要怎么用的时候了 看这里 然后sophisticated做形容词的时候 它首先是intelligent intelligent一看就是个好词 是个正向的词 然后它说是由复杂的这种方式构成 并且可以去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的 那后面complex 它是说形容词是说很难去理解 那complicated 然后你看到它也是说很难去理解 但它做动词的时候 它指的是 是指说把这个事情给复杂化 然后变得很难去处理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在这里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选得出来说这个 它说 octopuses also have 什么 sensory capacity 它后面进一步解释说明 它说 excellent eyesight and acute sensitivity to taste and smell 它说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视力 有怎么样的一个嗅觉 和这个味觉 那这个它其实都一直在形容它非常好 那形容它非常好 非常精细 结构很复杂 可以去处理精细的任务的词 那当然是sophisticity 所以我们现在剩下两个空 一个空是说什么样的behavior 需要一个形容词 另外一个是说需要一个动词的过去式 那在这里 我们在看它需要什么样的behavior的时候 是简单的吗 因为它前面一直在讲说它很复杂 所以在这里按意思上去 我们应该需要去选一个复杂的 这样子一个形容词 所以在这里到底选哪个 你可以从第二个空来判断 你可以从第一个空来判断 因为我们刚刚如果说 我们从第二个空来判断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这里还剩一个made 或者是说complicated 假设这边如果是made 那made by是由什么制成的意思 那它这里是由什么制成的意思吗 说由这个他的大脑和他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制成的 意思上来讲是不太通顺的 所以我们这里只能选complicated by complicated by意思就是说 这个关于这个章鱼 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体验 会被他自己大脑和身体之间的一个奇怪的关系所影响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最后就只剩一个complex 那其实这里填complex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complex behavior其实是一个固定搭配 所有的文章里包括说 你去网上或者google去搜索 只能搜到complex behavior 从来没有人会讲complicated behavior OK所以最后这个文章就是这样的啦 希望这一篇你们下次遇到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错哦 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